马拉威的慈祭乐会 桌上的每一包盐 每一块香皂 每一个火柴盒 所要发放的物资 从何而来 社区志工们清楚记载 从慈祭人学到的 他们是认真落实 居家访饰是最佳的学习机会 八十多岁的老人家 独居在简陋的茅草屋 志工们本来只是来慰问送物资 实在不忍心 决定要来个大清扫 即使什么工具都没有 志工身体力行 也带动了左邻右舍 一起来帮忙 大家纷纷换上了志工背心 协助清扫 共同见证了老人家的脸庞 不再是忧愁 这次是南非德本慈祭人 第六次跨国来关怀 一趟路是两千四百公里的路程 志工们是用诚意打动了 当地的酋长接受慈祭 清沟背高飞酬长还带着志工 来到了奇拉文尼部落 在大树下开茶会 邀约居民做志工 为部落里最贫穷的家庭送上玉米粉和二手衣 恭敬的态度让居民们大开眼界 对此季他们高歌跳舞表达认同 这一天就有十四位愿意加入 非洲大帝也又多了一个爱的据点 当然希望真正美之宫马拉威最后报道